第八次上课 那上个礼拜主要讲到的是有关那个 关于那个大热头资料下载 因为有点感冒 所以声音比较有点沙哑 OK 上个礼拜主要做到的效果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可以一次性的全部下载 照单一个 不过后来我们有增加一个就是 把那个48个 这个那个云端上面的 这个大热头资料 那这个云端资料是放在那个第八个单元 下载 网络资料里面的那个 应该是大热头这个 历史资料的下载 那这里面当然了 这边有个连结了 或者是说你可以Google一下 那资料也是从网络上来的 所以将来你们 网络上的资料 基本上都可以抓得下来 那这边有1到48个 这个页面 那它切的时候其实 基本上会从网络上去把 利用那个ASP 它是ASP写出来 然后去抓它的后面的资料库 通常会用这种 动态网页的话呢 通常后面会有个资料库 那把资料库的资料 动态的抓出来 秀在网络上面 OK 其实大概流程是这样 那后面会有个参数 就是有个什么 Index Page 等于1等于2等于3 那其他后面这个 这个参数 什么Orderby 等于New 可能是 由新的到旧的吧 这个 这个Orderby的参数 是由那个 写ASP的这个工程师 他去 定义出来的 所以未来要传什么样的参数 其实他在那里有一些固定 那这个是 一种动态网页的写法啦 所以 不过这别注意 他后面如果说有个问号 然后有个参数 传递方式 一般这种传递 这种 传递的方式 我们有个专有名词 就是用Gate的写法 Gate是直接写到那个 URL 就是网页上面 不过另外有一种叫做Poster Poster 如果用Poster的话呢 他基本上就没有这些东西喔 那也就是说他让你看不到 也就是说这个Gate基本上比较开放 如果他用Poster的写法的话 基本上比较封闭 那很多同学想要抓的 有可能是用Poster写的 那就有一种状况 你会抓不下来 OK 如果你抓不下来的话 那你可能要选择其他的方式 那个其他的方式难度当然更高了 比如说呢 有一种方式啦 可以模拟什么的浏览器 比如说你把IE浏览器怎么样 整个把它外挂到VBA里面 透过控制 IE的浏览器 去 比如说他卷动 之后才会产生你要的资料 那这个卷动的动作呢 你当然没办法用我们 现在的方式来做 所以你可能可以用IE物件 他里面可以让他什么 触发一个 卷动 比如说他可能有个下拉清单 要选择之后呢 才会有资料 那你可能要选择 之后呢 等到资料下来之后 你再把它抓下来 不过这相对难度 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我有补充一个 可能一个范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边有一个IE物件的 那这个IE物件的这个 这个 这个练习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因为有 之前这个也是有同学问的 问题就是说 他每天要的工作 就是到那个什么 观测站 里面呢 去做什么事呢 每个县市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么多县市 21个吧 21个县市 然后他要先怎么样 先抓 先台北市 台北市里面有这么多个 大概假设20个好了 他必须点第一个之后的话 这边不是有个安部 对不对 然后要把这些资料怎么样 他要把这一几笔资料 搬到那个 Essal里面 他本来是纵向的 还要把他变成横向的 横向一笔 对不对 然后他就复制贴 转制一下 再来台北 台北的话你会发现 他卷动之后 有没有 才会去触发 有没有 那他又要再复制 再贴 然后再 什么 再变成竹子弧 然后再复制再贴 哇 那你会发现 光台北市 就要做几次呢 台北市可能假设 这边20个 他做20次 然后再来换什么 新北市 新北市里面呢 那又一次 哇这可能更多 可能50个 那要再做50次 然后呢 再来就是台中市 反正以此类推 那如果说呢 用那个前面讲过的 那个query table 来做的话 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能就需要用IE物件 那这个IE物件的写法 当然又 难度会比较高 那我这边大概有写 比如说观测站有22个线市 如果用录制聚集这个没办法达到 所以要怎么样 引用IE物件 在背后执行 那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要什么 要建立更改 清单的这个事件 再去执行 也不过难度相对更高了 也不是只是录制聚集就可以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 大概我分成几个单 几个部分 因为有下拉 它就有下拉 Select的元件 它里面有个名称 叫什么 Station County 这个 然后这个StationCounty里面这边 其实就是透过什么 网页里面的原始码 去看到它相关的名称 所以我前面讲过 如果说 你想要 了解怎么去抓 网页上面的资料 恐怕你要对那个 网页上面的原始码 这些东西 你至少要点基本概念 比如说那个什么 Select name 实际上指的就是下拉清单 在网页里面的元件 那等等的这边都有相关的那个画面 那我 我这边有一些 叙述啦 所以 后面的话呢 如果有 兴趣的同学啦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段 VBA程式 贴到 新 新增一个模组 把它贴上 那他就会自动帮我们 把网路上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全部把它下载下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会有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IE的 部分 因为 IE可能你那个版本也不能太旧 有些电脑里面可能还是8.0以前的版本 那可能抓的时候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用的是 IE至少10.0以后的版本 否则的话抓取 恐怕会有问题 所以你可能要先确定一件事情 先开启IE浏览器 里面好像有一个什么 可以知道一下他现在的那个关语 有没有问号里面的关语 如果你是版本好像8的话 我记得好像会有问题 程式会出错 所以我们这边电脑好像如果执行我那个程式 可能会有问题 可能啦 但我也不确定啦 我之前好像run了一下发现 可能要大概9或10以后的版本run的话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在其他地方上课的时候 run这个程式都没什么问题 有兴趣的同学你可以自己乱乱看 那他主要就是 去 利用什么呢 那个我们的观测在 主要是去触发这些事件 那触发的方式就是要用IE物件的去做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就放在 单元08里面 一样的地方 大乐透的下面这边 那有兴趣的同学你可以把练习档下载下来 然后呢 试着 把那个 程式贴上去乱乱看 然后再细部的 再去做修改 那之前有同学蛮认真的 他真的就是 拿我这边的程式 用在他 刚好工作上面 他是好像什么 台新银行的 他不是工程师 他每天是需要抓国外的那个股市资料 他就利用同样的方式 稍微修改一下 以前不能做的 他现在都全部 而且非常方便 以前是要复制贴上很多次 他利用这样的逻辑 他有卡一下 我给他点一下 发现他就通了 然后他每天就很愉快的 而且甚至呢 他还把最后完成的结果还寄一份给我 我让一下果真还是真的可以用 所以这些方法都是 就是 主要是 用在 可能你没有办法 去用一些比较 通用的方式下载资料 去做的 在这边有一个 那上个礼拜我们主要就是 有批试 删除 然后有新增 那新增的话就是说个别一个一个 当然我们前面有一个是 全部汇整在 一个工作表 那另外有一个是 不要汇整到一个 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分开一个 配局就放一个 一个配局就放一个 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可以 利用新增 那这个当然我们 程式怎么撰显 应该还有印象 其实程式不多啦 当然第1个就是for I等于1到48 因为我们要有48个 配局 Next 那做什么呢 新增工作表 到最后面 重新命名 命名的名称 我们就用I来命名 所以这边会有 1到48 所以1先新增了 再来这边有个call什么 大乐透下载 那我传递一个引述给他 这个引述传递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就会 执行这边有一个大乐透下载的 这边 传过来之后会有index page 然后他会利用什么 引述的方式 去变更 这边有一个引述 这个引述 实际上就是index page 等于多少 你会发现 他 就是等于1 等于2 等于3 有没有 实际上呢 就是透过引述的方式丢1 对不对 他就把他放在这边 然后去 抓1的资料 抓下来之后放在那个 第1个工作表 抓2就放第2个 以此类推 那48个就全部完成 所以城市真的不多啦 不过 当然这个东西其实 城市不多 但是每一行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前后都有互相的关联 所以其实 我们的这个大家都下载是由录制聚集产生的 也是好像上上礼拜讲的 所以一个一个 一层一层的 所以有些细节 假如你有问题啦 一定还是要回去要实做 另外呢 也可以把前面的课程 因为我每一次上课 基本上 为了要确保我们的学习品质 所以基本上在论坛里面 一定也会放每一次上课 所以你会发现 在第6次吧 这边就有了 OK 也录制了 所以你可以 找一下看看每一次每次上课的 那其实只要把每一次上课的内容 再把它看一下 我想再做应该没问题 那 OK 这边每一次上课 我会稍微看一下你们的 学习情况 包括你们的观看次数 还有就是每一次 到底哪一些影片 看的比较多 不过看得出来 大部分还是城市部分 同学会比较容易卡住 不过前提 还是一定要回去实做 那最后我们有做一个 可能更 更进阶的 就是 如果这边删除 然后这边新增 感觉好像 没什么feel 而且 如果未来 假如你从网络上下载 10个20个 甚至上百个网页 那可能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那个网络的速度太慢 那你可能会等待的话 那等待的话呢 使用者可能会 不知道 待会要等多久 所以呢 需要有一个什么呢 下载的那个状态条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有用了一个什么 表单里面 有没有 还记得吧 其实城市也不多啦 不过其实 真的每一行都很重要 而且这些东西一定要实做啦 不然的话 很多同学光 城市要写在哪里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即便我已经把城市 放在云端上 可能有些同学 连贴都不知道要贴哪里 还贴错了 还不能跑 那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 基本上呢 他就是会先把旧的身删掉 然后重新跑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子 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表单自动关起来 有没有 那这个效果非常好用喔 以后不是只有 在这个地方可以用 什么地方可以用呢 只要你 做一些事情需要让使用者等待的话 或者你可能要 很多的时间 就有必要怎么样 秀出一个这东西 那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 Essal VBA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在任何城市里面都有 手机里面也有 只是说手机里面 它的效果不一样 有的是转转转 有的是 长条状 有的是可能是反正不同 不同的效果啦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 希望让使用者知道说 你到底还要等多久 所以这边的效果 那这个做法的话 基本上 有几个 比较 因为上个礼拜可能 最后很快的 RUN一下 当然 第一个 如果你要做这个 这个 这个效果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需要 怎么样 需要 先做一个那个 什么的表单 所以 那流程的话 如果你忘记 其实也是一样可以再到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 第八次 乐透彩的这个 那理论上我有把那个 该怎么做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把它 有些画面把它贴上来 但第一个 你需要增加一个 什么呢 一个 一个表单 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你需要什么 在 我们的visualbasic里面 先插入一个什么 按右键 插入一个 制定表单 这个制定表单的话 打开 打开来 他预设 你如果加入个表单里面的话 重新启动一下 他里面基本上是一个 空白的画面 那你只要在这个表单上面放一个东西就好了 就放一个label就可以了 再开一下 这台电脑有时候 Excel 稳定度不是很好 OK那这边 有了 OK那边要启用 这边要启用 这个一定要 然后呢 这个开发人员里面 第1个 表单里面 我其实只有放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label 这个大A的label 拖拉一下 那当然第1个先把表单先解决 表单本身呢 记得name 这个当然 我上次有把画面 有些画面可能我没有结 不过 大概流程 影片里面都有 这个home里面呢 改了这个名称 然后改了这个caption 另外的话呢 好像其他地方都没改 就改这一个 跟改这一个 那这个其实指的是左上角的地方 这个东西 另外的话呢 再来就是 我们的那个 这个指的caption 其实指的就是 这个东西 caption 那这个name的话指的就是 将来我要把它显示出来 要叫什么名称 所以有个home.show 那在这个表单里面呢 再加上一个 一个label 利用那个大a拖拉之后的话 并且修改它 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改了几个东西 其实在云端上 我也把它截图下来 改一个名称叫pb 底色呢 就是back color 它是红色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调色盘去变更它 那其他的话好像还有改一个宽度 wiss 400 那这个400的数 数字不是绝对的 以后如果你希望 它可以再宽一点 或者再少一点 那你都可以再去调整 不过你如果调整这个数字的话 将来的程式 恐怕你还是要 做相对应的变更 那最后的话当然 我们这个 画面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处理程式 那程式特别注意 在表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事件驱动 所谓的事件驱动就是说 当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 它去执行什么样的程式 是程式写在哪里 所以特别是一 请你在表单上点两下 那它预设的事件 叫click 那也就是说当表单怎么样 预设是click 那我之前讲过 不能用click 一定要改成 activate 那为什么一定要改 因为 你如果click的话 它就点击它的时候 那个 那个状态条才跳出来 不对啊 那我们是要讲 当 什么情况 当表单怎么样 秀出来的时候 特别说如果秀出来的时候呢 对应的就是activate 特别说 后点秀 秀出来的时候 会去触发一个事件 叫 activate 那activate 实际上就是 顾名思义 它被启动起来的时候 那做什么事呢 我第一个先删掉 旧的工作表 因为避免错误嘛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把pb pb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刚刚这个东西 这个它叫pb嘛 pb的wis 预设是400 我把它 变更为0 为什么变更为0呢 因为它初始值嘛 为0嘛 一直跑越来越多嘛 然后呢 中间这段程式呢 基本上就是 从哪里 贴过来的 其实就是从那个 模组里面的 我们的那个大乐透的那个 刚刚写的这一段 批次新增工作表这一段 其实就这这些 富士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中间来就可以 你会发现刚刚那一段就这一段 然后最后的话 记得多一个什么 轰点嗨 OK 为什么要轰点嗨呢 跑完之后你要躲起来 不然的话你一直 显示在那里不是怪怪的 那另外还有呢 当 下载一个之后呢 去变更PB的位置 指的就是那个宽度 那个宽度的话呢 等于什么 等于 I 这个I指的是 哪一个 第一个配局 那要跑多少 其实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算数题 因为呢 我总共有400 那我要分给48个 页面 所以你变成怎么样 要必须切割啦 切割48个 那每一次呢 给什么 给 给48分之一 对不对 48分 那所以这边后面为什么乘上48除以 400除以48 就是因为你宽度嘛 所以这个400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那个PB的宽度 OK特别注意 这个上一边有提到嘛 是一个简单的算数题 所以每一次 那我就增加一个宽度 宽度多少呢 就把400除以48等份 记得这边要 HOME 点REPEN 这个REPEN的话 如果你不加的话 他不会重化 不重化的话 那不会更新 因为我最早 我这行没加 他发现奇怪 为什么他一直不更新 最后才一直更新 后来 那我也不知道 原因何在 后来我就想说 是不是在 表单的那个 属性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 什么REPEN之类的 我就 打一个RE 我就看到 有一个 REPEN的方法 那我就试用一下 发现就OK了 那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 VBA里面 在程式撰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物件 里面一定会有属性跟方法 那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有时候 你可能要稍微 review 一下 因为 有时候 答案 你可能即便找Google也找不到 即便找书也找不到 有的时候其实 你可以稍微 看一下 他的 因为他名称都很好理解 所以我就试一下 发现就OK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怎么样 再写一个对应的一个 启用句集 有没有 HOME.SHOW 有没有 这个就是 插入一个程序 叫启动 表单 然后呢 就把它启动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 当我启动它 不过我这边 射中断点好了 我们 慢速乱一下好了 我把这个步骤 第一步 特别注意 不过这个可能要最后写 因为 表单写完才会 吼点秀 那不过理论上 第一步 知情的话 第一步是吼点秀 吼点秀 意思就是 把什么 把这个表单呢 给叫出来 他叫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表单叫出来之后呢 因为会触发一个程序 跟你讲 触发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什么呢 就是 他被启动了 我前面讲过 表单他会遵循事件驱动 包含什么呢 像表单启动 或者按钮backclick 等等的 类似 然后就会执行这个sub 这个sub先做什么 先把旧的 工作表先全部删光光 所以呼叫旧的 所以删除 里面应该没有旧的 所以 跳过 再来怎么样呢 把pb等于 -wiss 他的 属性 现在是400 把它变成0 你会发现变0 变0的话就是 全部都没有了 对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 做 新增工作表 有没有发现 下方这边呢 就会多一个工作表 其实就是 前面的东西 只是把它包进来而已 然后呢 重新命名变1 然后再去下载 所以扣大乐透下载 所以 传过来 传1嘛 对 然后呢 我就把1给下载下来 下载到哪里呢 下载到这个工作表里面 这个程式 其实就是 之前讲的 所以这个 他应该比较简单 有没有下载 然后就跳回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做什么呢 把那个 因为做完一次了嘛 所以呢 我要画一个 那怎么画呢 就是把这个i 乘上 他400 除以48等份 的宽度 你会发现 那这边已经 有画出来 后面呢 记得还要加一个repain 因为我们中段模式会画 可是如果你执行模式他太快 他可能画不了 所以 这边的话呢 你就把它repain一下 请问一下 repain 为什么 PB 可以repain 是好 呃 因为 在那个 PB里面没有repain 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能够重画的 他这边 顶多只能在那个什么 顶多只能在表单上面的重画 而不是 所以你这边我看一下repain 有没有 他没有repain 对呀 可是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label 标签 在标签里面没有重画的功能 这是他的设 这个他设计的 原理原则还是主要 是以表单为原则 有点像是你今天 这个区块反正这边里面都是归home来管的 归表单管的 那这个是主要的元件 放在上面都是他的纸元件 就是说 有点像盖个房子嘛 反正这个区域里面放的都是家具嘛 你以后不会讲说我那个家具啊 一定会指这个房子 有没有 OK 所以有点像这个概念 应该 可以理解 OK 然后呢 这边一样 所以底下都一样 所以我就让他全部跑 跑完之后的话呢 那一样切回到第1个 所以你会发现他更新 还蛮不错的 所以以后 就这样跑 跑完之后呢 切回到第1个 这个应该看得懂 slate 然后呢 因为他现在是show的状态 所以你如果没有把他关闭起来的话 那他会一直show在这里 那就怪怪的啦 主要使用者是要看后面的资料嘛 所以怎么办呢 加一行 home.high 结束 跳泥 这样的话呢 就结束 一个整个cycle OK应该可以理解啦 因为上个礼拜最后 讲的比较快 所以一下子就带完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一些细节 假如不是很明白的话 请各位 再回顾一下 找到那个大垃圾历史这部分 另外呢 如果对于那个IE物件这部分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再稍微参照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怎么样 依 secure 钟 跟 好 对 我